小便輪廓椅 它主要是去測我們磨的厚度 然後像這個 我們這上次塗的主動層 你們看過嗎?應該每組都有塗一個吧 然後它這層是比較軟的 就是它屬於比較軟的 就是它的特性 所以我們基本上刮 就刮掉 然後像這個 像這個我們 它的底下那一層就是先塗的那一層 一TL 它是屬於比較硬的 你看它刮都刮不掉 它都還在 所以 你們先知道這個特性 等一下跟你講 才聽得懂 所以主要是 差別在這邊 好